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匈牙利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姬一成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表示 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撤离的匈牙利人 可以在深夜返回匈牙利 六名匈牙利人和他们的家人 乘坐俄罗斯国防部的一架撤离飞机 从阿拉木图前往俄罗斯 匈牙利武装部队一架飞机 从那里将他们接回匈牙利 他补充说 拥有双重国籍的第七位匈牙利人 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根据视角研究所的最新研究 如果现在在周日举行选举 那么二分之一的国内选民 或百分之五十将投票支持 清明盟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的联盟 根据调查 他们是忠诚的选民 他们对政府也很满意 他们强烈支持欧尔班维克多的总理职位 相比之下 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三的活跃选民 会投票给左翼联盟 其中只有四分之三会认为是坚定的选民 其余的则不确定性更大 调查还显示 目前双尾狗党和我们国家运动党 也不会进入议会 都将获得三个百分点 而对于所有其他政党的名单 只有百分之一的活跃选民会投票 本周将再次举行疫苗接种行动日 从星期四到星期六 无需预约在国内范围内申请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行动日之前也可以接种疫苗 但必须进行登记和预约 今年眼科医生哈迪·理查德 被授予匈牙利荣誉寻章 该奖项由总统阿德尔亚诺什 在山多尔宫在科威尔拉斯洛的见证下颁发 该奖项成立于2011年 旨在表彰为匈牙利和国家的利益 而做出的杰出服务 或经过认证的英雄主义 哈里·理查德在刚果热带雨淋中 治疗白内障已有25年 一位捷克艺术家在布达佩斯大马戏团 进行了创纪录的尝试 这个技巧的难点不仅在于高度 而在于没有链条的自行车 仅靠摩擦力才能运动 创纪录的尝试也是明天开始的 布达佩斯国际马戏节的开幕活动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接种疫苗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